有请银润锦团的董事长陈向荣 董事长来到我们的舞台上 欢迎以及我们的总制片人石头先生 有请还有我们的先是彭启华女士 有请三位往后打卡 欢迎欢迎来这边请 好了有请我们的三位先和我们现场的方 先打一个招呼吧 好吗来先打一个招呼 来彭老师您先来女士优先 我给现场的观众打一个招呼 大家好 欢迎影响 彭老师这个国语不是不是特别好 所以说这个心意我们已经收到了 大家好 谢谢造成所有人的支持欧洲工业的朋友 谢谢博主师 谢谢 谢谢 非常感谢 感谢我们 我们的广东话很难 那是他还好 对 原来我们这个广东话最好的是石总 那我就先问您吧 石总 其实整个的这样攻略的一个系列电影 我们不少叫迎来我们的欧洲攻略 其实也马上就是霍春节了 但是我们的电影离我们也是越来越近了 想听一听我们这一次这个攻略重启 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 让我们再次把这个系列翻到大一会上 这个想法是极思广义的 我觉得首先是能有这样一个重新回归 重新启动的一个组合 我觉得更多是因为导演的这个一种概念 我们一直觉得 因为我们导演从说到现在 很多朋友都能说 阿老有没有跟这个系列 能够第三集第四集进去 一直很多年 无论是艳队还是艳队 后来终于有个机会 真的是这样一个组合战略来看 可能就有了一种概念 我觉得能够 实力把这个电影呈现在大家面前 应该是很多人做不出的 你有没有特别感谢的一些人 感谢人叹头 第一个 坚持一点感谢所有投入这部电影的老板 也就是坚持的 第二个我觉得 正要感谢两位台上的核心主张 我们的坚持和导演 甚至他们觉得心情苦出 反正有说四千 一千多个人也演四年的时间 第三要感谢我们的几位主要演员 真的这次 我可能看了一下 从今天我觉得 超出了预期的精彩 还要感谢每一位 感谢我们的工作 谢谢 也要感谢我们的导演 导演也是推了 二十多部其他电影的拍摄 这四年多 专干这一个事的 确实不容易 陈总 陈总有什么话想说 我是上海代表 还是感谢 首先呢 我要代表我们所有的合作方 出品方 感谢我们的主创团队 尤其是导演 导演 我不会让你准备 这是因为真的 真的 我跟导演聊这个欧洲攻略的项目 我刚才在休息室 跟导演算了一下 已经是四年三个月 四年零三个月了 刚才石董说导演推了二十多部呢 我证实一下没那么多 但是呢 至少我知道了有五部呢 而且是比较大型的 他完全是拒绝 他完全是拒绝 专心自制的 做这个拒绝 第二呢 我要真的是非常有感慨 因为我们这个 这个片子 基金到现在 从从谈概念起 大纲开始 今是四年零三个月 所有的投资人 这个我得说一句 就我们这个戏 大家可能关心一下 可能是我们这个合作伙伴 是今年的电影里面 最多的一部 当然年份长是他一个因素 另外呢 确实是我们是一个 很私级超流量的大众 所以关注的伙伴很多 合作的伙伴很多 那么多年 四年零三个月 大家 这个叫什么 不不经心 不不经心 哈哈哈哈 就是不依不劳 一直跟随 真的不协定 包括我们的中影 上影 包括我们的合作方 包括甚至于北京银行 这次对我们的支持是非常之大 所以呢 真的是表示感谢 两个感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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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感谢 您所 来 最后我们的 能点击 您有什么话想说 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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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啊 其实 三位上台的发言 都是充满着感恩和感谢 感谢大家对于我们电影的支持 陪着我们四年多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非常感谢大家 四位一起 欢迎留念 咱们拍张照片吧 好不好 来 四位我先冲天 没有 先拍张照片 四位一会儿拍个照片 哈哈哈哈 对 我特别能理解 马导的心情啊 就是赶紧让我们的主演上来 是不是 来 看一下我们的镜头 咱们拍个照啊 四位一起 好的 谢谢 再次感谢我们的马导 感谢我们的单位 谢谢 谢谢 好的 那刚才呢 我们的马导呢 也给我们大家做了一个 我们电影欧洲攻略的这样一个 简单的介绍啊 让我们在整个的阵容 包括我们的故事 包括我们的整个的取景 包括我们的整个电影的制作 都有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期待 当然今天呢 是我们的攻略重启的发布会嘛 肯定会有很 心眼眼球的布料 要在我们现场进行一个发布 啊 首先发布的第一款布料呢 就是我们为大家带来的预告片 这个预告片 是我们欧洲攻略的第一支预告片 看看我们能够在预告片当中 找到什么样的蛛丝马迹 请看大屏幕 你最后 我有个理由 要上班 你最后的声明 你不认识 可以 我可以 就是 你不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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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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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比较多变,但是她一眼可以看穿你心里在想什么? 读心术。读心术。读心术。 这样的女生还是有点可怕的,对于男生来说。 来,我们的杜娟来介绍下你的角色。 在电影中,我叫苏菲。 然后她是一个特工,还是一个黑客高手。 黑客高手。而且我发现里面你造型也特别的,那么很严重的那种。 短发面无表情,特别鼓舞那种。尝试这样的角色是还挺过瘾的。 挺过瘾的,在这个戏里面就是学了很多东西。 也是有很多东西。 ok,学到什么,第一次都经历了什么,咱们一会儿好好的来问一下三位。 其实呢,我们刚才也说了,这个《攻略》系列其实伴随着我们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 这一次呢,马上又要有一个全新的故事开始。 想听一听我们的梁超伟先生,您觉得《攻略》,您之前已经算了这部第三部了吗? 您觉得这样的一部影片给您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您会觉得我们这样的一个电影最大的特点是什么,能够得到大家的喜爱? 我觉得这个跟前两部不一样的故事更有趣,更扎实。 然后这一次的高科技的东西我还是非常健康。 嗯哼。 然后也掐过来,我们的帅子。 嗯哼。 所以整个也都很精彩。 很精彩。 其实故事进行了一个升级。 我们看到的画面感,包括电影当中运用的一些特工的技术,也有了一个很大一个突破。 对,还有就是意大利的确是很漂亮 很漂亮,景色也很美 对,吃的东西也有 吃的东西也有 吃的东西在影片当中会有吗 一些元素 应该也有了 也有了,但是平时收工的时候大家吃的特别 对,收工的时候吃的特别 故事好,景色好,然后这个演技好,人也好 整部电影就是一个好事 其实我们还特别期待两位女性的角色 在这部影片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表现 不知道她第一次知道要出演这个风月系列 然后要演奏和变团时钟 两先生一起服务 第一反应是什么 第一反应就是又期待又紧张 期待,期待是什么 期待因为前面有不安乐系列我也都有看 对,自己本身也很喜欢 然后我觉得自己可以加入演奏和变团器 那紧张就是因为两先生的热门 就是不免得很紧张 对对对,那其实拍摄这部影片 在现场的时候 难免会有一些动作戏啊很多 应付起来是不是还是具体的情绪 对,因为这部戏我们在拍之前的两三个月 其实我们有进行了集训 就是每天下午会有三到四个小时的五指训练 在开戏之前的两三个月的时间里面 做了成功的准备 对 那我们跟兔娟呢 加入到这个大家庭 给你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是跟他一样也是期待跟紧张吗 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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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兴的点是终于跟男生合作了 还是 就再一次可以跟男生合作 再一次可以跟男生合作 进一步的有这样的不同故事题材的交流 其实刚才桑子也说了 因为这个角色也做了很多的测试试练 不知道你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一些训练 给我们再分享一下 同样的,我们都是在一起训练的 但是在与台湾之前 然后在这间里面我还学了很多其他的东西 学意大利语 学钢琴 学滑板 还有学冲咖啡 好像这些技术都 关系都不是特别大 学滑板 学这个冲咖啡 学钢琴 学意大利语 是不是因为你的这个角色还是任务挺重的 我挺需要乔装很多很多身份你才能学很多 是一个很神秘的 然后去看电影 就看电影吧 很神秘的一个女生 需要掌握这么多的一个技能 接下来我也想问一下我们的梁先生 这一次跟唐唐还有朱娟才子合作 觉得两位女生合作下来给您带来什么样的一些感受 都很好 都很好 和春下来也蛮愉快的 对啊 那两位女生呢 跟梁先生合作 是有压力 会有压力吗 不会有压力 不会有压力 有没有什么一些有意思的事呢 我们能分享一下 或者在片场私下的时候 就是我们如果就是在等期的时候 会聊一聊最近大家去过意大利的哪些景点 嗯嗯 看过看到一些什么玩到一些什么 吃了哪家餐厅 会互相分享 嗯会分享一下这样的 感觉像一个旅游攻略的一个一个分享会一样的片场 其实我们都刚才从幽儿片当中能看到的 三位都非常精彩的一些演出 特别是一些动作的场面戏 嗯拍起来动作戏会有会有受伤吗 或者有什么意外发生 还好还好 还好保住 就我们安全工作做得特别的好 是 OK 那梁先生呢 您有没有就是拍摄的时候 您刚才也说了头脑快了 但是身手稍微有点点慢 现在拍动作戏感觉感觉怎么样 哎 有没有 还好 因为我们工作只吃早也是挺体谅的 嗯 然后还是有一点点小 有受伤啊 但是这个女孩啊 嗯 还可以应付 还可以应付啊 其实 然后杜游呢 我听说好像你是因为衣服都破了 还是说是烧破了还是怎么样 是我吗 嗯 在在在片场拍摄的 在片场拍摄的时候有没有受伤 烧破了是我 烧破的是您啊 那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一般出场是我滑雪嘛 然后穿了一件会发光的衣服嘛 因为衣服很重 嗯 然后有一天我我穿了以后就开始冒冒烟 然后都闻到有烟味 哦 原来其中有一个他可能是短路还是怎么样 然后都是开始冒冒冒 那个衣服是有电路线 所以要用有电才能发封量 很多很多LED在里面 所以就烧了 哇 里面穿了一件那衣的烧 穿的那么多 哇 已经烧到鞋里面的那衣 所以第二天拍的时候我就说 你们最好是准备一些 灭盒 哈哈哈哈 因为因为那些衣服很难穿嘛 嗯 你穿的以后你要靠很难 如果发现真的着火了 没办法脱不掉了 哈哈哈哈 就是您的那个这样 马上把它灭掉 好 这个是 危险真的是太大了 当时这个火是您第一时间发现了 还是 身边工作人员先看到 您都不知道 我知道 我听到他看他 这样这样 好像短路的 嗯 嗯 那时候感觉很痛 然后就开始冒烟 嗯 哈哈哈哈 但是还痛不掉 哎呦 这这个真的是太危险了 啊 来掌声我觉得送过我们两二位先讲 好 挺好的 刚才两位先生已经分享了 那这样一个小小的小小的一个故事给我们啊 那唐导有这样的心理吗 我还好 还好 对 我没有穿这么这么厚的 但是但是会有一些 呃你觉得给你印象特别深刻的一场 还蛮有挑战性ナen 气 ног 是成量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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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现在还看他过 哦 对,我们有跑步,我和梁先生两个人在意大利的天台,有很多的建筑,建筑之间有跑步,跳来跳去,翻来翻去,而且重点是我们俩要配合的好。 双人一块好,那建筑大概有多高? 反正在天台里面,最后就来一条这些飞去的,蛮恐怖的。 那是大传挺好看的。 挺好看的,跑了多长时间还记得吗?跑了几天? 好几天啊。 好几天都在不停的跑? 对,跑的时候还得开枪。 天哪,马老,你太不让他们,太不轻松了,有得保护,然后又得开枪,还得双人有这样一个配合。 哇,天哪,这个里面的信息量其实太大。 好,那杜娟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有没有类似这样的一些,令你难忘的一些动作戏,或者一些场面。 呃,我记得,我有一场戏是在意大利拍的。 嗯。 然后那天我是拍这场戏,我是直接从北京道的意大利南部。 然后呢,杜娟就给了我三个大利交集动作戏。 对,然后,就那天那三天,我觉得完成了很多的挑战,高满度的动作和戏。 然后,我都穿过那个滑板机,就在那一场。 嗯。 后来剪掉,高满。 哈哈哈哈。 对,你觉得我们做个动作特辑哈? 对,帅的一个动作。 嗯。 然后,那三天,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在监制器前面做了补装在现场。 然后,我就累了,在监制器前面,他给我补装的时候,他睡着了。 从来没有过这样。 太疲劳了。 OK。 就,那几天是有了。 对。 挺累的,而且是刚到意大利,可能还在时差,自己可能这个时差还没调整过来,马上就要进入到紧张,就是动作戏的拍摄过程当中。 其实,我觉得,三位站在这里,包括我们看到后面的海报那边,特别好奇,就是三位的关系,是和什么关系? 能不能够的简单介绍一下,其实。 是趴到,还是各有目的的人? 我,我刚才是, Nicklander。 啊? 我刚才是, Nicklander。 哦,你还有点儿不好意思呢? 是,是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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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恋人。 恋人的关系。 那跟杜娟呢? 我跟杜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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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杜娟可以说吗? 哦,没有没有。 等一下啊。 微妙有什么事啊? 微妙。 就是, 她一直在找我, 但我不想见她。 好好好。 然后呢, 关系, 我觉得就是, 我禁, 快退。 嗯。 开心,快退。 好, 就保持一丁,一丁去的。 是吧? 可以这么说吗? 可以。 我心里面会一直在找她。 一直在找她, 看起来是一个很大天大的一个秘密, 找到这个关键性的名物。 那, 反正呢, 跟三位是谁有关系? 吴亦凡。 那, 跟我有关系。 那她算您的? 她算是我的, 在女士典的村区的搭档吧。 那是一个搭档。 那我是需要她去帮我, 因为她是, 我需要一丁要去找她。 嗯。 后来我们就成了搭档, 好好好朋友。 好好好。 拍档。 OK, 还有这样一个好兄弟的家伙。 其实呢, 今天我们也是, 反正因为有工作的这个, 在身, 有任务在身的行业, 也没有忘记我们的三位好朋友, 没有忘记大家, 今天特别录制了一段VCR, 要在现场呢, 跟大家来说一下自己在影片当中的一种, 呃, 生活跟感觉。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的大屏幕, 好吗? 来看一看我们的办法有什么话想对大家说。 大家好, 我是吴云文, 很遗憾今天呢, 来不到奥委会的现场, 因为刚才我带来过一项很神秘的重要任务。 想知道什么任务吗? 身为特工的我, 保守秘密是我的首要任务。 想知道的话呢, 就请持续关注欧洲公立。 那么我也得先祝你们新春快乐。 期待他。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吴云文。 原来是执行任务去了。 呃, 其实, 呃, 三位这一次跟散饭合作也特别想听一听哈, 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感觉。 杨先生能不能能我们介绍这次跟吴云文的合作。 我觉得他很专业的演员, 然后, 那种活力。 嗯, 很喜欢吃。 也在那种活力。 嗯, 嗯, 对, 很有活力。 在吃的一个小伙子。 那唐总呢, 对, 身手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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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在戏里面经常或者说一些奇奇怪怪的话, 在戏里面。 哦, 在戏里面会说一些奇怪怪的话。 OK, 好, 好, 那杜娟呢, 给我们翻看一些。 跟吴云文高纪有些人觉得很帅。 帅得很高级。 很帅, 帅得很高级。 帅得很高级。 OK, 那这次, 这个句话你之前跟咱们面对面说过吗? 没有啊, 没机会。 没机会。 下次下次咱们这个思维重剧的时候, 咱们把这个, 杜娟把这个话, 把这个信息传达给你的版本, 确实身手非常的了得。 那当然呢, 今天呢, 我们也非常高兴地请到我们的三位主创来到我们的现场。 接下来呢, 我们有两个互动环节。 希望三位能够配合, 我们再玩一下。 首先呢, 这个互动环节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现场, 属于我们的电影欧洲攻略的4D版的一个海报的制作。 其实呢, 我们都知道, 我们之前的攻略系列, 大家都知道, 电影非常好看, 故事非常的紧张。 当然里面的音乐呀, 一些镜头, 给我们留下都非常的深刻的印象。 当然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一个, 就是我们每一个系列的海报。 接下来, 我们一起来找找回忆, 好不好? 大屏幕上, 来给我们呈现一下我们攻略系列的前两部电影海报。 请看大屏幕。 东京攻略。 韩城攻略。 梁先生, 现在您看这两款海报, 有什么样的感受吗? 就是让我想起那个时候, 在这个国家里面, 很好玩的记忆。 很好玩的一个记忆, 一个创作的记忆。 OK, 好, 那现在呢, 大家看到了中间有一块黑屏, 是没有东西的, 就要靠三位在现场, 给我们来现场制作一个我们的欧洲攻略的海报。 我有几个命题, 就要看四位怎么来完成演绎了。 尤其我们的工作人员, 搭上我们一个道具。 这是道具吧, 好, 画筒, 画筒我们收一下。 好的, 一会儿再给我们住床。 中间三位都到这个中间这个区域, 我们今天给他们, 都可以都可以都可以, 集中到中间这个, 感觉这个两块海报在两边。 OK, 好, 那我们呢, 第一个海报的主题, 相爱相杀。 三位, 相爱相杀。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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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不是, 怎么了这是? 接近一点, 接近一点, 对, 主要站在中间这个黑矿的这个里面。 大家准备好镜头啊, 次第, 现场海报的制作, 相爱相杀。 哈哈哈, 好, 来, 从我这个角度, 非常清楚的看到他们的这个枪口是, 都是谁, 啊, 身上都有什么样的这件事, 相爱相杀。 好, 大家都记录下来了吗? 好的, 来, 第二个, 强强联手。 强强联手, 这个台报主题是, 强强联手。 对, 强强联手就是, 强者和强者的合作协作。 强强联手。 强强联手。 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 我觉得大家手机拍出来, 都能当屏宝了, 我跟你说, 太酷了。 强强联手。 好的, 那, 接下来, 就是我们经典的一个营续了。 来, 姑娘们, 我们把手枪收一下。 我们这个第三个的主题, 就是经典延续。 我们就延续我们的中心攻略, 和我们的寒生攻略, 这样的站姿, 站位, 我们三位拍张照片。 对, 就站着就好了。 对, 我们有这样的感觉, 感觉一下。 有侧身的, 然后或者是有裤裤的, 这样的一个感觉。 OK。 用话筒, 用话筒我再帮您再收一下。 不用了, 不用了。 好, 来, 三位拍张照片, 这样一个经典的延续。 哇, 我觉得特别有画面感。 这边是中心攻略, 那边是韩国攻略, 中间是我们即将和大家见面的欧洲攻略。 我们也特别期待三位在影视当中出色的演出。 好的, 谢谢, 谢谢。 今天我也有说了, 发布会, 其实我们会有很多新鲜的物料呈现给大家。 刚才大家都用你们手中的镜头捕捉了, 我们现场制作的四地版的海报。 但是呢, 今天我们也有关于我们电影欧洲公立的仙岛海报, 要在现场第一时间向大家发布, 包括中间的这个黑的区域, 天幕上。 来, 大家请看大屏幕。 哇哦, 好酷, 我们的仙岛海报正式呈现给大家面线。 大家看到了我们梁先生这个眉头紧索, 这个旁上的眼神很笃定很犀利, 我们逐渐小姐这个有点突兴的这种表情, 还有我们反反成吐酷的。 每个人看起来后面都有一个惊天大秘密, 等待着呈现给大家。 好, 非常感谢, 感谢三位。 来,继续回到我们的舞台中间。 接下来呢, 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互动环节。 第二个互动环节呢, 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 当一个超级客工, 心理素质是特别的重要的。 一双眼睛能不能骗到人, 能不能把你想要的线索, 争取到自己的这个手下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说今天呢, 我们也准备了两份机密文档。 这两份机密文档呢, 其中的一份将会被我们堂堂和杜娟, 两位超级客工所窃取。 但是呢, 其中你们窃取的那一份, 是空白的, 什么都没有。 就需要我们的梁先生在现场, 用您的会点, 找到谁拖到的是空白的机密文件。 他们会有一定的描述。 接下来让我们留起我们, 呃, 最后的董事段文娟段总上台, 交我们的两份, 交到, 我们两位女士的手边。 梁先生, 您站到, 您站到这边。 然后呢, 两位一人一本。 对, 给谁? 好, 这一份机密文件, 谁给他? 这一份给他? 里边呢, 谢谢您, 谢谢段总, 谢谢段总啊。 不要让我们梁先生看到, 好, 然后呢, 他们手里拿的呢, 都是一些关于意大利的一些箭文, 一些有意思的事。 然后他们将会进行三段描述。 人要根据他们每一轮的描述来判断, 谁拿到的是空白的机密文件。 要听他们描述一下, 好吗? 你们两位很商量啊。 好, 来, 谁拿到的是空白的呢? 接下来, 进入到两位的第一轮的描述。 唐唐先来描述一下, 第一, 第一条信息是什么? 呃, 因为拥有, 一位五十四岁的意大利人, 在一个冰淇淋上面, 结了一百二十一个冰淇淋球。 那你不要看啊, 啊, 你再, 再重复一遍, 再重复一遍。 一位五十四岁的意大利人, 在一个冰淇淋填头上, 结了一百二十一个冰淇淋球。 垒上去。 垒上去的? 好, 这是第一个描述是吧? 好, 来, 接下来我们听一听我们杜鹃的第一轮的描述。 唐唐, 你这样容易让两个家人看到。 唐唐, 你可以先合起来的啊。 好, 先合起来吧, 唐唐您听。 好, 来, 听听杜鹃的。 在意大利的罗马, 有一个中国人, 单手, 只用了二十三秒, 拉车拉了一百二十五米。 好, 来, 接下来, 咱们就请我们的梁先生先通过第一轮两位的描述。 觉得谁拿到的是空白的记忆文件。 我觉得杜鹃是空白的, 他杀眼神加了多次。 眼睛眨了很多次。 好, 这样一个信息。 朱佳妮有没有自己要给自己来辩解一下? 你不是不买的。 假眼睛, 因为是我看到他, 他在看温头过来, 然后我又被决定。 啊, 有点紧张。 您有没有听见第二轮, 让他们再描述一段, 帮助您更好的来判断。 现在第二轮的描述。 他的单手拉车创造了。 第一轮是世界金的。 哈哈哈哈哈哈。 唱歌的是什么? 第一轮是世界金的。 哈哈哈哈。 这回眼睛我看清了, 没啥。 梁先生, 您要判断一下, 第二轮描述结束了。 谁拿到的是空白的? 我还是觉得杜鹃那个。 还是杜鹃。 好, 那我们现在两轮都觉得是杜鹃拿到的空白的。 接下来。 我还是觉得杜鹃那个。 我们来揭晓一下两位。 三二一之后, 同时打开你们的文件。 让我们公布这个答案。 面向大家。 三。 二。 一。 哇, 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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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骗不到您的。 从第一轮您就发现了, 就是因为他的眼睛的问题吗? 眼睛我眨得快。 我那么聪明。 对, 您那么聪明啊, 要把您邀请来演我们的公论系列的。 我觉得是不是不好, 不太好编吧? 什么信息都没有。 骗不了。 骗不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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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非常的聪明。 有请我们工作人员收一下, 收一下我们这个道具。 好, 确实, 里面我们电影当中给大家重现的很多的惊天大秘密, 绝对不像我们这个两个文件当中的那么简单了。 要不, 不会发生这么多精彩的事。 电影呢, 其实现在还在准备当中, 其实马上就要和大家见面了。 请三位还是和我们大家来好好推荐一下。 梁先生。 绝对可以给观众一个观众, 精彩的两个小时, 希望大家会喜欢。 好的, 谢谢您的推荐, 来创造。 我觉得这个电影又轻松又轻松, 所以值得大家一看。 好的, 谢谢, 谢谢。 我们这个是2018年绝对不可以过过的一部剧作。 好的, 那非常感谢今天三位的一个光临。 接下来呢, 有请三位刘布, 咱们把我们的更多的家庭成员请上舞台, 再次把我们的二十多导演请上我们的现场。 来, 有请马导。 马导, 来, 继续。 继续。 回到我们的舞台上。 好的, 我们这个导演跟演员也是在一起会合了。 有什么话想送给他们三位的文化吗? 嗯, 真的, 很感谢所有演员。 嗯, 他们随得很, 很忧心, 还有很落地之外, 真的演得很好, 就是我。 就非常棒的事情。 我希望未来再跟他们, 不要哭, 不要哭。 但是, 好吧, 真的很开心跟他们合作, 就是, 我觉得是, 希望下一个, 下一个令, 再跟他们在一起。 就是, 我觉得, 我们拍了, 拍摄的一年多, 都每天只开开心情。 第二周年, 啊, 一些很难度, 很高的, 他们都从来没有什么怨念。 这样了, 这个时候, 都会有哭了。 好了, 特别感动啊, 特别感动啊, 来, 想着大家送给我们的, 这样一个优秀的一个剧组啊, 确实, 这次还有老友啊, 梁先生, 再一次合作, 还有更多我们, 新朋友的一个家伙啊, 把我们对于, 这一波融入, 格外的期待。 把我们的导演请上来了, 同时呢, 我们还要请上来几位领导, 接下来, 继续, 把我们银润, 全美集团的董事长, 陈向荣先生, 继续, 请上我们的舞台来, 尤其我们的陈向荣董事长, 还有我们, 恒信钻石机构的创始人, 同时文化产业集团董事长, 李后林先生, 来一个秀务的李董事长, 还有准备共国总台, 贾秉齐, 贾总台, 来到我们的舞台上, 以及中国电影股份, 以及公司总经历, 国家一级导演, 江平导演, 上台, 共同来为我们, 今天的发挥会的最后, 启动我们的欧洲攻略, 开启我们攻略系列的第三步, 好的, 接下来我们的Google人, 把我们的启动台, 乘上我们的舞台上, 来, 有请, 我们前面调整一下, 好, 来, 我们有请, 我们所有的嘉宾们, 一步到我们的启动台前, 将我们的手, 放到我们的启动台上, 我们全场的朋友一起来倒计时, 3, 2, 1, 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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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边 左边我们来看一下 左手边 好 来右手边我们来看一下 右手边 好我们中间后方的摄像机 我们来看一下中间后方的摄像机 好的接下来呢 邀请我们的各位出品方的代表 各位领导也来到我们的舞台上 咱们一起拍一张全家福好吗 来邀请我们的各位领导 我们的工作人员上来收一下 我们主创的麦克风好吗 来收一下麦克风 好 来我们一起来 可以留念 对包括我们的监制 还有我们的许总 来一起我们上台拍一张全家福 好的 大家找到空隙 找到空隙 好 来我们集中看一下 我们的中间 我们的官方拍摄是哪一位 关拍是哪一位 举手 先看一下我们的官方拍摄的摄像师 好吗 先看一下关拍 关拍先看一下 好 来我们中间 中间后方的摄像师 摄像师 我们都看一下中间 好的 谢谢 谢谢各位领导 接下来呢 有请我们的马属虫导演 还有我们的三位主演刘布 咱们再拍一张照片 好吧 来 马导您刘布 马导刘布 我们一起 四位再拍一张照片 好的 好的 来 先看一下我们的 我们中间 可以站一下 好的 来看一下我们的中间 官方的摄像师 来 官方摄像师 举下手 来 好 先看一下我们官方的摄像师 好 来中间 我们来看一下中间 好的 我们中间后方的摄像机 我们也看一下中间后方的摄像机 好的 谢谢 再次感谢我们的导演 谢谢我们的梁树伟先生 谢谢我们的唐糖 还有我们的陆娟 四位稍视前排调整 休息一下 马上 稍后还有我们的群房关节 好吗 来 我们 撤一下我们的道具 也 当然再次感谢我们现场的各位嘉宾 各位领导 以及各位媒体朋友 对于我们电影欧洲攻略的大力支持 总之 我们就期待着我们电影正式上映的那个时刻 将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 不一样的故事 怎样非常非常画面美丽的欧洲的风景 当然也期待一下我们几位主演 大家可以当时出色的表演 稍后呢 我们交换进行一个媒体寻访的环节 有什么问题 大家可以举手示意工作人员 我们的话筒交到您的手上 来 好 来 我们工作人员来上一下我们的寻访的椅子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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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主唱准备好的话就会请我们的导演 还有我们的男主委员 先生以及唐烟 还有我们的杜珍回到我们的舞台上 接受大家的访问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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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的各位媒体朋友有什么问题可以来准备一下你的问题啊 示意一下我们媒介的工作人员把花筒送到您的手上 好的,来,有请我们的导演还有我们的三位主演回到我们的舞台上,谢谢 好的,来,我们在马岛,来,请您接受群访,谢谢 好的,那我们前面这个区域的朋友,各位领导可以到我们的VIP室工作人员来引领一下我们的各位领导贵宾到VIP室上次休息一下 我们前面这个区域要保证一个拍摄的一个画面的一个完整度 来,我们前方的各位领导,谢谢 来,我们前方的各位领导,我们马上开始我们的媒体的转换时间 好的,谢谢,来 来,请媒体中的通常问题 又变了这个 来,媒体中有问题,试一下工作人员会送到您的手上 来,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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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您好,我们来自Y1TB1 远吗,大家觉得远吗,在镜头里看远不远 好,您来,您说吧 您好,您好,我们来自Y1TB1 我就有一个问题想要问我们马老 嗯,就是刚刚听马老说 嗯,自己更钟爱这个东方的景色 就是中国的美女 更喜欢中国的美女 相比于西方来说,而且您又强调您更了解 中国观众的这个电影的这个口味 然后您也说了,呃,在这个电影当中 您更强调去刻画我们中国类的这种英雄 那么请问,在《欧州公乐》的这部电影当中 您对于,呃,曹伟老师饰演的这个英雄 您是有怎样自己的一种看法 一种理解 嗯,小哥坐下,哎,你们能坐下吗 通话呢,其实真的,真的很重 嗯,我怎么 我不是发生这种理解的 后面要,还要确实,我们的英男大 我挺挺清晰 可是我这次坦白说 呃,我觉得最近很多观众看的 很多好来物的电影都是大美国人 因为呢,我心里面有点 其实,坦白说,作为一个中国人 我也不爽 所以我只是在拍了一些大中国人 里面的,呃,美国人 在,在,呃,里面的 里面的害了我们一个中国的科学家 然后梁朝伟的在系里面的 但是他们,去把这个美国人 把这个美国人,把这些公 吸入一番 所以我觉得这个,我的 主题里面,虽然没有很大力 去说出来 可是我心中确实 蛮爽的 我觉得把他们,美国人 把这些CIA,弄得一塌无敌 我觉得,呃,我拍了一下 我特别开心 因为我,我,我,可能我的,呃, 国内出的,呃,大概差不多 八九年了 所以我蛮,蛮,蛮,蛮方向性 很,很明确的 因为中国人出的一口气 所以我这个蛮大,大中国人的 很轻易的 所以里面就是,呃,常管家 大人,光美女啊 就是,娃娃,她就是为了 呃,一个她的好朋友 去,去报仇 那我觉得这个是,是不错 好的,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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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媒体 还有问题 还有吗? 没有,我就送空了 哈哈,还有,媒体有问题吗? 来,来,后面的媒体 来,多个人,第一下来就说 呃,我想回问一下,两方脸 就是,大家都说您从五岁开始以后 就是,天气都特别少,量都特别少 然后说是有利的,你再挑一些语本 啊,然后挑语本的时候 是,呃,完全是一起来一起 然后挑吗? 还是说家庭里面有个给你一些影响的 呃,其实我一直就觉得 拍影是这样的困难 有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后来一间有时候,好像前一阵子 就是拍了很久的drama以后 突然间想拍一些喜剧 其实这个工作工作的 我讲了很久很久 但是我一直都觉得不知道 因为前面也有两个人 然后我一直都不知道怎么可以 把工作工作工作的工作 然后后来就 就是 就有一天看到Kingsman 他就觉得可以看照那个方向 然后再去那个上面 去那个结构 那个精力也 那个扎实也 所以就是,其实我看见 都是 很多人就加在一起了 然后后一天 那个时候 觉得有一部电影想拍了 然后他就拍了 然后他就拍了 然后那种故意去计划 然后他就拍了 我就是比较随意去设计 我就是比较随意去设计 好 好 第一个问题就是两位 看的第一部 两个位先生的电影 还记得吗 东京攻略 东京攻略 你一会看两位先生行 OK 好 东京攻略 是90年 对吧 他没有可能开过我以前 跟我们讲 我们两个18岁的照片 哈哈 所以两位女演员很年 Sykoc000 那天即是派院代理 这一个序面 帅子不一样 别对喜 所以 就这一个序面 好 表演 三面 那 Honor 读语完是听超伟,有些是小的 就是小帅,听大帅,就是这样 OK,还有问题吗? 最后一个问题还是想问家琳姐 家琳姐之前有说过,说的经常都是很随色 比如说突然想去那一刻,然后就会吹到冷藏之类的 只要想去滑雪,就立马去听肌跳去滑雪 可以这样讲,因为我觉得你 人生很短,然后一段时间想到你自己很想做的事情,就立刻去做 如果你要我,这样立刻去做的话,所以我多多想做 好,来,大家还有什么关于电影的问题啊,来提问一下 刚才杜鹃说,学什么意大利语,现场给我们秀一下 现在还记得多少? 梁先生学过吗? 我? 我? 我 我 我没有学过,我在电视里面就用讲意大利语,还好 嗯 就意大利语应该不好学吧,我觉得 他的一些发音啊,跟英语语 完全是两个世界 两个世界 对,OK,总之难度挺大,咱们看电影吧 来,还有朋友有问题吗?没地方,还有问题吗? 呃,因为这个圈子是后一天之大 嗯 所以,你有没有想过,在圈子之后 然后不过有很多外游的旅行的人 去那个旅行家里吗? 哦,可以去意大利,有没有推荐是吗? 哦,推荐一下意大利哪些地方值得去? 思维应该这一次算意大利的深入游了 都可以推荐一下,当然有特别推荐的吗? 去意大利可以去哪儿? 我推荐,不 其实我,前次我们去看外景 看很多地方,法国,西班牙,很多地方 因为后来不敢去,我跟那个 西班牙人,就是那个 IS主席的问题 然后后来他们说,意大利比较安全 我说为什么?难道 那个黑手党跟他们是朋友? 我说,啊,主演导演,真聪明 没有了,去了意大利开 那意大利,整个意大利我都走 意大利,要从西里到北部那个学生 我推荐南部 南部,不仅漂亮之外呢 还有人跟他热情 还有,坦白说,都不是太好吃了 那个年轻家,每天晚上都请我们去办 我们都太开心 我们觉得,坦白说虽然 每天都拍到很辛苦的动作 每天都投诉啊,哎呀,很辛苦啊 所以大家下班呢 大家只把今天的所有工作都辛苦 才玩尽 然后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 然后我只是拍完意大利之后 坦白说,我是比大国更喜欢的 然后我会推荐大家去旁边 旁边的海鲜超好吃的 意大利的南部 超美 OK 好,两岁先生,人有什么推荐吗 当然推荐是意大利的南部 对我来说,拍这五天啊 我基本上旅游跟晚吃的时间 离开店的时间多 所以我几乎都去过不同的城市 我觉得每一个城市都很不一样 都应该 其实每一个城市都应该去看看 我们拍一些,除了南部 南部的确是非常漂亮 我觉得佛罗伦在 Florum其实非常有气质的城市 或是我们拍的米兰啊 罗马 也很不一样 我觉得,反正都给我一个非常好的 可以,可以,可以 每一个城市都每一个城市的特质 我们一起去发现一下 在电影当中发现一下 还有媒体包有问题吗?好 我想问一下唐燕 你是第一次跟其他三位主演第一次合作吗? 是 第一次什么? 第一次和其他三位主演合作 对,对,对 和他们合作的感受如何? 很开心 然后 第一次跟马导合作 因为 就刚才说的之前两度 我也是一步一步看过来 然后这一次能够 很游戏的出演 然后也觉得 是很好的尝试 然后跟聊天圈合作也很快 就是聊天圈很好 很开心 然后 我也觉得我们配件很多好吃的地方 虽然在一起没有我们的事情没关系 但是 希望 因为大家都 前两三个月的时候 在一起集训 所以就是 都相处 有没有一个人 就是让你想特别深刻? 每一位都深刻 每一位都深刻 听说唐燕 就在英加利基建的时候 发了一条杯盒 那一条杯盒 那你回去再看看那个微博 自己传播传播什么意思 还有什么关于电影的问题吗? 最后一个问题 太好 我有一个问题 是问马导的 听说这个 有天从开始 从大道开摄完成 大概经历了三十年 的时间 我想问一下导演 就是这个 是怎么想到的 然后创作过程 我就遇到哪些问题 四年 问您怎么坚持下来的? 这个问题太好了 其实我觉得 我以前是当时也是很多都知道 可是当我住了导演之后 原来我发现 这些 整个多年的导演 拎在我 学会一个事情 就是坚持 为什么呢? 原来你拍戏的时候 所有工作人员 一定想早一点 离家睡觉啊 小一点回去陪家人啊 可是导演不行 因为我觉得导演必须有坚持 把那个戏拍好 把所有演员的戏做好 才能给他们做 所以当我做了导演之后 我就学会这个 可是 学士林里面 我真的觉得 我中间曾经想过放弃的 可是后来 我 我觉得我可能想大了 觉得原来 有些这些班底 你还 还放弃什么 你应该 把它拍好 才对的是 你身边所有 支持你的朋友 然后后来我就说 中间就是 但是所有人都 差不多有放弃的时候 我反而就他们 来 我们继续拍 我们 中间停下来 停下来的时候 我们都 见其下去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 为了做一个好作品 所以就见其下去 其实 蛮浮的那个时间 我想一点 比较差不多 后来今天看完片子之后 我觉得 我还很开心 我觉得 很多人看完片子都说 好好看的时候 我特别开心 所以这个坚持真的 完成了 我觉得 蛮开心 特别谢谢 下边 所有演员 他们真的 陪给我一起 傻傻的坚持 谢谢 好的说明 就需要这样的坚持 最后一个 我们想一下 今天 春节的时候会转播 然后 你们还想一下两个 刚好赶上天 一年后过节目 然后会不会给大家 一些表情 对不起我听到这儿 你问我什么 你说的太快了吧 我想问一下 三位就是今天 过年的时候 会怎么过 咱们就过年的时候 以四位 安排 好吧 嗯 慢到这么过 还要做过期吗 嗯 我很开心 因为还有 这个片子的后期还没做好 我还在努力做 还在坚持 对啊 我还要坚持下去 还要继续去泰国 泰国做那个 还有去那个韩国 搞那个电影特戏 所以我很充实 嗯 我非常充实 我希望今天 快一点把这个片子做好 才能跟观众亲密 嗯 所以我觉得火的材料 特别大 嗯 所以我应该 都是在工作中 度过我的春节 好 那我相信我们的三位主创 也都是跟 伴随着自己的家人 度过这个愿望的时间 跟大家一样啊 轻轻松松 好好多个年 王一哥了吗 就是这个过年的时候 刚好赶着春节 然后会不会给 那家人一些表情一下 那你给 你给家庭姐姐 什么表示吗 大的事儿 不是过年的时候 刚好感谢 我们就不回答这个问题了 好吗 谢谢您 再次感谢 感谢各位媒体朋友 好 谢谢各位媒体朋友 也谢谢各位主创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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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